用超火不行 鍵盤也會先送他超火 他這個遊戲里要麼是數量比較多 要麼是大額的禮物他會提示 遊戲里很多那種小禮物他不提示我有點難看 難看的 感謝大虎送的超火和土糧 這小蝴蝶 這個是真的 A一下卡個點 閃現一個平安你不走 那就死 思路要清晰 暗S逼退他 他不退那就死 準備反殺 開個玩笑 準備反殺來 我回來你也過來 我們 走位 他們活不著 這小蝴蝶送的超粉卡 我從不妥協 寫何種的超粉卡 去下了 誒我剛才想說的那個是啥啊 什麼 什麼什麼吩咐啊 到嘴邊了 忽然又收回去了 只有賞光 才會是融獄而現實 去拉個刀 劉璽那個是真的 哎呀 假動不上 往野區卡士也 到一大圈 升级,咋没升级 完了,自打野吃麻 兄弟,我不是说让你不推,我是问你套车呢 推,求你了 方向奔赴 对 操了兄弟们,我这个问号给他点走了查理 我给你吃兵你炮车呢 你补兵能力得有啊 不是一个好的阿姨 你好过头了 势重一点 不可藏 天呐 他们活不长了 感谢榴莲送出的一个打字机,写榴莲送出的一本魔法书 榴莲大气 写榴莲送出的一本超大的魔法书 感谢榴莲送出的一个打字机,加上一本超大的魔法书 老板大气 能打字的 老板大气走一步 再次感谢榴莲送出的一个超大的打字机 大气大气 丢了 我刚才难道是那个线没控好吗 推了之后被他全吃了是吧 那个孟宁推的那个线 我杀他两次怎么可能 等级比他少这么多呢,少了整整一级 给他越了吗 W QR W,点燃 哇,极限一换一 全是小带呀,现在对 新赛季是这样的 新赛季我现在看什么分段都感觉他们好稳 或者说 不像 这个段位的人 有没有 新赛季各个分段都小带上线 起码得有一个月左右,一个月他才 这个会有一个正常的效果 你们说呢 一个月左右 就每个分段才像每个分段的人 现在我感觉 全是小带 除了御剑,什么皮肤好用?三星白 感谢流年送出的10当超分卡 谢谢流年送出的10当超分卡 那个是真的,等一下我大技能CD 你在P什么 一段W 好灵活的猪 你应该不知道我没强CD了吗 正常人看到一个男刀,应该是觉得静也就他能跑 他算是个强者 他要是愣冲学了吗,我觉得就他绝对是本地 这种人的单独的狀的狀的狀況 对我说得好正常人要死,那些竖然是本当的狀況 值得跌足好,我对这些狀況 因为味道是一种狀況 好, так 这种狀況 你会不会做出所有的狀況 真的有一种狀況 哈喽,人呢? 他这么稳 甚至都不给我 杀他的机会,就在他家说的 这把刀是我的最爱 哇,证明节奏叠起来太快了 谁抢的沃坦 他一秒三棒 一秒A两下,然后W重置普攻一下 这皮肤好用吗,这皮肤的话 看着主播用的怎么样呢 个人感觉是有点稍微的略微的笨重 没有那么的灵活 如果你喜欢灵活一点,飘一点,预见是比较好 比较喜欢沉重一点的感觉,那这个 情人节加黑幕都可以 这个皮肤的话,如果没那么 就没有那么难用的话,应该挺好用的 无处可藏 自己品 独播不喜欢踩一捧一 但你自己品吧 用着情人节的皮肤,战绩520 521 卧槽 这都被你发现了 我从不妥协 打刀,打刀,AQ 打不出手 打不出手 打刀 强迫着每次没回满蓝看着好难受 我就问你们学哥们 我没回满蓝我现在回家 我打了一波架推了两波线 我现在回家是不是蓝还很多 蓝只要你不是说 是那种没蓝就玩不了的英雄 或者说你必须要一直在线上待着的英雄 那你就不需要回满 像我们只需要用200的蓝 我一只600的蓝 我出去了用打杀了一个人才用了200 不需要 纯浪费 蓝店留给有效的 我们不是很需要 缺蓝回家出装就行 让我们频繁的出装 领先的出装 领先的装备 你就可以枪我这样秒人了 爪到我技能W 一个大招 等他余阵消失 A技能AQA W 你点燃我怎么躲 他玩了 你玩不玩哥 他玩了 天呐 这波一打二木荒木马 第三个出现的时候 我也 你玩你也玩了 你玩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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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用过的都说过 点点这边订阅多看 哇妖极起来了 赏金呢 三杀不来个大人头 600块 你还卡上兵线了 假装不杀他一个W这就是一个Q傻A死了 W预判他思路要清晰那么我们 就是第一 你要吃鸡吃鸡才能百战百战 他接下来该怎么做全都被我预判了怎么玩 思路要清晰 简单拿下 又是一句阴沟里的事情 AQ 爬到过去 一个大招 不要打断自己的女生 快走 很危险 刚才那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我只想说一句话兄弟 操作简易 尽限博弈 你的操作 只是一部分 很多情况都是心理博弈 操作自定 多练就行了 心理博弈才是关键 往往你到了高分段 但基本上这个心理博弈就极为关键 我操 有老六 我操作 扸 操 那个回尘时间是你的吗 喂喂我回家了 把我 塔钱吃了还打算我回尘 攻不住了 小兵缺制器,W后排兵打不死咋办 这个没有,就你可以等9级或者说你 疯狂蝶攻击力,达到180,7级的时候就可以一个W倾限了 蝶攻击力的一个原理是提升W的技能伤害 你带缺制器是用小兵缺制器符纹上增加伤害 叠攻击力就是提高你技能的伤害 同样也可以清兵 第三个就是铁色兵 1100块就可以了 这都是7级可以推现的方法 WQA,一个大招,赌一下技能,爪刀过去一个平A,翻墙赌一下,他的异技能,WQA 往前翻,我还能跑 进币了 这波操作已经拉满了 四个人中间杀两个 还得交闪才能杀我 已经拉满了 已经拉满了 要不把这个卖 接着崩了挺关键 要卖了 来给大伙开个虫损 还有没卡牌子的吗 有没卡牌子,想卡牌子扣个1,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有没有必要开个虫损 虫损模式就是一块钱,平时一块钱,通过这虫损只需要一毛钱卡牌子 这个模式 有的 有的扣个1 QA耍到死了 都得死 你看到没有 兄弟们,拥有了驱乐器 去推卸 你看我21分钟 194刀 将近这个 跟着时间的补刀 我关键我还打了很多架 明天播的 明天播的 过年 过年主播 植物间陪兄弟们过 等吃了年夜饭之后,大伙可以关注一下植物间,到时候 奖品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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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等着大伙来里,然后 到时候也会有一个活动,带兄弟们打打 打游戏 打打 打打什么大乱斗啊,NVP还有奖品 游戏 点燃 超死 W挂伤 QA 死一个 走位赌一下 W闪 QA 打个流血 回头一个平A收下三杀 思路要清晰 我 只有懦夫 才会逃跑 我这是拉扯 兄弟们 一个人拉扯 四个人 星光荡开宇宙 本人闪耀其中 拉满 拿着去 阿 到时候是爱欧尼呀 专注 从 不妥协 嗯 嗯 嗯 哈喽 我还能来喽 GRAW挂杀 有被动的是真的 W挂杀 键盘怎么失灵了 按烂了 凭什么 失灵失灵了 我操 天哪 我操粉日一毛都就可以卡牌子了是吧 我操 这提醒的好 那给大伙开个抽货 平时一块钱卡牌子兄弟们通过这个商店是得刷一毛钱就可以卡牌子了 点开上电视 参与抽奖 即可拥有夜刀的牌子 还可以上龟兵戏 拥有韩服1200分 70胜率1200分的一个粉丝牌 还可以上龟兵戏 这小河送的66个心灵快 然后中奖的可以 中奖的可以 什么来着有点忘了 大师一下 想打号的观众可以参与一下抽奖 中奖就可以打号了 把刀跟进 许都得死了 键盘摔了他 说到键盘兄弟们 明天啊 给大伙准备礼品里面有专属键盘兄弟们 有专属夜刀神定制键盘 拿下这一把 我们的蓝灯 真潇洒 借小河送的66个新年快乐 给大伙介绍一下 给新来观众不认识主播的观众介绍一下主播 主播是目前韩服切身率1200分 在韩服逆版本 用中单南刀上分 你的韩服南刀历史最高胜率1000分 1200分70胜率 不敢说是玩的最厉害的南刀 但敢说是最了解真英雄的人 如果从老版本一直玩到现在 只玩这个英雄上万